要说古代最疯狂的公主 李治的小女儿肯定排第一 论玩的花 她的男宠遍布朝堂 论权位高 她是古代唯一的镇国公主 论胆子大 她还敢把皇帝拉下龙椅 你翻翻几千年中国史 有哪个女人敢这样做 李治武则天也得熬死丈夫 才敢临朝称之 相比大家也都猜出来 今天要说的主角 就是著名的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和唐高宗的女儿 她之所以这么疯狂 有一大半都是为了爱情 太平公主因为排行最小 自幼备受宠爱 吐蕃呢 曾专门派人来求亲 武则天为了不让女儿远嫁 特意修了一座道观给女儿做 说女儿顿入空门了 其实太平公主不想出家 而是想出家 十几岁的时候 她就在父母面前 穿着五官服跳舞 唐高宗说 你又做不了五官 穿这衣服干嘛 太平公主回答道 可以把衣服赐给驸马呀 武则天一听就知道 女儿思春了 于是将其嫁给了薛少 薛少是太平公主的表哥啊 两人青梅竹马 互相也都有点意思 这下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然而 后来薛少牵涉到谋法案中 被活活饿死在了监狱 太平公主就此就成了寡妇 偏偏她心爱的人 还是被自己母亲给逼死的 于是乖乖女开始黑话 毫不知情的武则天 乐呵呵地 物色了一个新女婿 是她的堂职 武游记 武游记说道 姑妈 我有老婆了呀 武则天说 这事儿好办 杀了你老婆就是 武游记的原配 就这么领了盒饭 或许因为是被迫营业 武游记对太平公主 没有夫妻间那种感情 但太平公主对此也毫不在意 在亲妈登基后 开始放飞自我 大肆续养男宠 有时候遇到出色的 甚至还会跟母亲一同分享 太平公主续养男宠 估计是和武则天学的 她原本很喜欢薛少的 薛少被武则天饿死以后 她心中有些怨恨 但又不敢明着作对 只能用奢靡的作风 来报复自己的母亲 太平公主养的男宠 除了不想努力的小鲜肉 还有许多富有成熟魅力的官员 其中最有名的还当属张昌宗 这张昌宗没啥其他本事 但长得非常俊美 太平公主看见之后 就将她受为了男宠 武则天也有个很喜欢的男宠 叫做薛怀义 薛怀义因为太过嚣张 被处死了 只需乐子的武则天 脾气变得有点暴躁 太平公主为了讨好母亲 便将张昌宗送到公主 据说第一任丈夫死后 太平公主变得十分冷血 曾在晚上叫了四名侍卫进房间 早上宫女前去服侍 吓得腿都软了 因为四名侍卫都被太平公主折磨至死 至于是什么原因 众人都不知道 但太平公主如狼似虎的名声 传得更加离谱了 武则天看到女儿这样 心中也有些愧疚 对于她的一些行为 也是睁之眼 闭之眼 可武则天万万没想到 就是自己的女儿 将她从龙椅上拉了下来 武则天执政晚年 李氏族人和某些大臣 一直想把她赶下来 因此武家和李家斗起来了 这可比宫斗刺激惊险 输了不是打入冷宫 而是满门抄斩 武则天为了增加筹码 赋予了太平公主很大权力 可那没想到的是 太平公主虽是武家的媳妇 心却是向着李家的 公元705年 宰相张剑之发动兵变 太平公主也参与其中 武则天被迫退位 将皇位传给了李显 李显登基之后 将妹妹封为郑国太平公主 哥哥李旦封为安国相王 唐宗宗李显的能力并不强 所以他在位时期 太平公主上官丸 以及伟后安乐公主几个女人 加上相王李旦 进入了大乱斗时期 最后太平公主和李隆基 一起诛杀了尾后 拥立李旦继位 太平公主两次拥立新皇 全市已经达到了顶点 每次他入朝奏事 都和李旦坐一起 宰相们处理什么事情 李旦都要问一句 这事和太平公主商量过没 而朝中宰相以下的官员任免 都是太平公主说了算 李隆基看不下去了 老爹你不行啊 李旦说 你行你上 于是李隆基继位 太平公主觉得他能力太强 想要换个懦弱的人 他和皇帝 如果这事成了 那他还真就是第二个武则天了 而且太平公主胜算很大 朝中七位宰相 有五位处自他门下 另外还有很多朝臣 禁卫军将领都是他的男宠 大家是一荣俱荣 所以便和其伙来对付李隆基 只是可惜啊 他们选错了对手 那个带领唐朝走向巅峰的男人 岂是太平公主能斗得过的 最后太平公主失败 被赐死在家中 这个女人的一生可谓是惊心动魄 如果当年她的丈夫没被冤杀 她或许会相辅教子至重老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